宇宙有限还是无限?科学视角下的探索 自古以来,人类便对头顶的星空充满好奇与向往 我们仰望星空,不禁思考,这广袤无银的宇宙 究竟是有限还是无限的呢? 这一问题不仅困扰着哲学家和思想家 也吸引着科学家们不断探寻其中的奥秘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宇宙有限还是无限的问题并非一个简单的二元选择 它涉及到宇宙学、物理学、天文学等多个学科的前沿知识 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议题 首先,让我们来探讨宇宙有限的可能性 根据一些宇宙学模型和观测数据 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些支持宇宙有限论的观点 其中,最为人们熟知的是宇宙大爆炸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 宇宙起源于一个极热、极密集的初始状态 随后经历了极具的膨胀和冷却 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宇宙 如果宇宙真的是从大爆炸中诞生的 那么它可能有一个明确的起点 也可能存在一个有限的边界 此外,一些科学家还通过观察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和星系分布 推测出宇宙可能是一个封闭的空间 这意味着宇宙的大小是有限的 然而,宇宙无限论同样有着坚实的科学基础 根据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原理 宇宙可能是一个开放的空间 它可以无限地膨胀和扩大 这意味着宇宙没有边界 它可以包含无穷无尽的天体和星系 此外,随着天文观测技术的进步 我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星系和天体 这些发现似乎也在支持宇宙无限的观点 科学家们通过观测遥远星系的光线红一现象 推断出宇宙正在不断膨胀中 如果宇宙真的在不断膨胀 那么它似乎没有尽头 是一个无限的空间 除了这些直接观测和理论推断外 还有一些间接的证据也支持宇宙无限的观点 例如,暗物质和暗能量的存在 对宇宙的结构和演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些神秘的物质和能量占据了宇宙的大部分 但我们对它们的了解还非常有限 一些科学家认为 暗物质和暗能量可能揭示了宇宙更深层次的结构和性质 而这些结构和性质 可能与宇宙的无限性密切相关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 目前科学界对于宇宙有限还是无限的问题 并没有达成共识 不同的理论、模型和观测数据都提供了各自的支持证据 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无法解释的矛盾和问题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宇宙就是有限的或无限的 而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和探索 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的方法和态度至关重要 我们需要以客观 严谨的态度对待各种理论和观测数据 不断提出新的问题,进行新的实验和验证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逐步揭开宇宙神秘的面纱 更好地理解它的本质和规律 当然,无论宇宙是有限还是无限 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它的探索和热爱 无论宇宙的边界在哪里 无论它包含了多少星系和天体 我们都可以从中感受到宇宙的壮丽和神秘 每一次的发现和突破 都让我们更加敬畏和热爱这个宇宙 因此,让我们保持对宇宙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 继续追寻真理和智慧的光芒 无论宇宙有限还是无限 它都是我们思考和向往的源泉 也是我们梦想的舞台 最后,如果你对宇宙有限还是无限的问题感兴趣 不妨点赞、关注并收藏本影片 我们将继续为你带来更多有趣而深入的科普内容 一起探索这个神秘而美丽的宇宙吧 宇宙,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存在 既是我们思考的源泉 也是我们梦想的舞台 无论宇宙有限还是无限 它都值得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追寻和领悟 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奇妙的宇宙之旅吧 在科学的道路上 每一步都是对未知的探索和挑战 让我们携手前行 共同揭开宇宙神秘的免杀 探索它的无限奥秘 点赞、关注、收藏 让我们一起在科学的海洋中遨游 追寻真理的光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